内地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改善 表现都好过市场预期 大学经济师认为下半年前景不明朗 人民银行要降水两次来支持经济 供求回暖和出口订单改善 之前内地制造业和服务业表现都明显反弹 国家统计局公布 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升到50.9的3个月高位 市场原本预期会回落 当中生产指数也上升 新订单指数更连续两个月回升 新出口订单虽然反弹超过7点 不过仍然在50以下的收缩水平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也回落 但是国家统计局认为 信心基本稳定 制造业稳步复苏 只是要警惕外部市场有变数 比较好比较快的这种回升 而且是彼此联动的 整个经济的恢复具有普遍性 反映服务业表现的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6月也都升到54.4的7个月高位 有经济师认为 今次复甦较为全面 但是担心中美关系紧张等 令到下半年经济走势不明朗 预计人民银行要减两次存款准备金率 野村也担心疫情之后释放的需求开始减退 内地要继续宽松倾向 估计短期内会再降准 下半年累计降准150点 中期借贷便利中标利率 就再调低0.1利 无线电视机者黄文軒报道